所以刚才我也说了,我加入杰斯以后啊,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杰斯人的这个精神气儿,真的,我的同学,因为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就是学贸易,学经济的,都是有钱人,但是这个时候你再跟他们联系,因为我今年有50岁了,再跟他们联系,所有的人都是没有杰斯的人啊,都是很老谈呀,我都老了,土都埋到,我都什么样了,全是老下走吧,都在做人生的简单, 而我们所有的杰斯人,包括79岁的杨夫梅啊,都在做人生的家伐呀,所以这次我特别感动,为什么,因为我们这次杰斯大学的名字叫做Survive or Thrive,你是苟且人生,你还是绽放生命,一起绽放生命吧,谢谢